歡迎收看惡名教典 我是小薰 我是薇兒 欸 這是妳喔 對 不要學我 不可以學我 你自己發明一個 呵呵 好隨便啦 隨便啦隨便 嘿嘿 好今天我就是想要請教一下 薇兒 就是很多人啊 都忽略了腿 因為大家都是你知道 啞鈴就是練這邊啊什麼的 妳說就是像就是什麼 小鳥之類的 什麼小鳥講清楚喔 就是小鳥腳細細啊 對就是那樣 然後就很怪 就是尤其是男生 我覺得這樣不好看 就是他這邊很壯 然後就腳超細 沒有我跟你講 重點在於就是 我們在訓練就是大腿 因為小腿實在是 就是太看人了 為什麼 這個東西比較看記憶 但是通常呢 小腿比較粗的 還是脂肪比較多啦 練腿有一些好處 妳知道嗎 什麼好處 第一個就是功能 可以幫助我們 在日常生活當中 不管是 起立蹲下 坐下 然後爬樓梯 然後走路 都會用得到 所以就可以增強 這部分的功能 有一些 年紀比較長的 長輩 然後他們在 就是過馬路的時候 他會這樣 啊 他會很緩慢的 是因為就是他們的肌力 開始慢慢的退化 然後第二件事情 他其實就是相連過來 他可以穩定我們的關節 嗯 對 例如說我們 從腳踝膝蓋到 屁股 這三個關節 我們在走路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就會 增強穩定性 就不會變成 只靠我們的骨頭 在做支撐 哦 對 好 好 那 貝爾師兄 我們今天會做什麼樣的 腿部訓練 哦 你有看我在幹嘛嗎 深蹲 我這邊有一個隱形的壓鈴 呵呵 我在做我高腳背深蹲 高腳背深蹲 對 我們第一個 等一下第一個動作就是 高腳背深蹲 那等一下我們會用到壓鈴 好 然後還有第二個動作 我剛剛是不是有講到說 練腿可以怎樣 幫助我們日常生活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 登階的訓練 然後還有第三個 就是我們用到器材 腿推 都是很簡單 你在家可以做 但除了腿推之外 就是很適合一般人 就算今天 懶得去健身房 也可以 那我要先跟弘義講一下 喂 不行 不行不要害我 他說 蛤 OK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做 好 GO 讓我們的 二支叫點 第一招 第一招 高腳背深蹲 對 好 那我們就先拿起一個壓鈴 來快點 拿起五公斤 先 我們用手掌 拖住它 然後靠近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腰不要去往後撐 變這樣 嗯 就 就是直的 嗯 直的時候 你基本上你的核心 是不是就會用力 對 OK 然後我們就很簡單 看你的腳尖 是不是要微微的往外打開 一點點外巴 想像下面有一個小凳子 然後就輕輕的坐下去 坐下去 對 然後要保持你的上半身是直立的 不要去彎曲你的脊椎 然後坐 坐往下坐 坐到哪個點啊 小凳子啊 很小欸 那個凳子很小啊 OK可以起來了 好 然後屁股推起來 OK 你知道這個東西可以訓練到什麼嗎 訓練我們的 骨似頭 然後還有股骨 哦 所以這樣我屁股就會變翹 而且重點是就是 它的重心放在前面 你就比較不會有就是 往前 彎 或者是你一般在扛槓的時候的 一些就是 失誤率可以減得比較低 就會減少受傷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啞鈴一定要好好靠在你身體上 因為如果你把他往前拉的話 你的重心就會往前 然後你就很有機會 變成駝背 你就會彎曲你的脊椎 那為什麼你拿水 沒有啦 就是示範 哦好 對 因為 就是你看喔 大家在家裡的話 就是女生就可以拿水瓶 那男生如果 家裡有那種 就是6公升的水桶 就可以抱著水桶去做 那這些東西都很簡單 就是 我們就來做做看 那基本上你的膝蓋 你的腳尖只要成 同一個方向 不要變成這樣 然後也別變成這樣 也不要內巴 OK 那我們呼吸的時候就是 下去的前 先吸飽氣 然後下 然後起來的時候 吐氣 OK嗎 嗯 好 那我們來做個五下 來 1 起來 2 起來 跟著我的速度喔 3 慢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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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慢一點比較酸耶 來 上來 來再慢一點喔 來 來4 對 往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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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還沒有 好起來 啊 追回一下 追回一下 5 好起來 喔好酸喔 那我們是不是要 轉正下一招 好 那我這個可以放下來了嗎 嗯 比較先拿著 因為就可以保持你的核心 OK好 對 那我們就走吧 師兄我可以拿下來了嗎 你怎麼還拿下 因為你沒有說可以放下 喔好 欸 多多多 接下來我們的 惡名叫點 第二招 第二招 對 就是擺POSE 擺POSE 這樣嗎 對 那我這樣沒嗎 嗯 問他們啊 我問 我問你朋友 那登機超簡單的 基本上就是在爬樓梯 第一件事情 腳先穩穩的踩在 排階上 胸保持挺的 背保持正直的 然後後腳保持有點彈性 手先擺好 就像跑步一樣 跑步 所以你不會同手同腳 你腳在上面的時候 手不會在上面 就你不會這樣 這樣很奇怪 好不好 然後吸一口氣 然後往上的時候 吐氣 OK 然後手這時候就可以擺動 所以就是 好 下來的時候 腳往後 腳往後掃地板踩 下來 手這時候已經擺回來了 然後再一次 上 下 OK嗎 OK 真的OK嗎 OK 這很高耶 你現在是在笑懷嗎 沒有沒有試試看 沒有我會說這強度很高 喔 來我們先把一隻腳放上去 然後OK身體保持正直 下巴收起來 對等一下一直看水平直視前方 好 OK 我是不是同手同腳 因為這個強度比較高 所以強度比較高 我們就比較需要用到 就是比較強的核心 比較強的肌肉的運用 但是如果你是在家的話 樓梯一階兩階 或者是小小的凳子 做輕鬆簡單的 就是登階訓練 上下 然後就可以訓練到你的 骨勢頭 然後還有臀部的肌肉 我們一起來做個五下 OK OK 一 上 然後下 二 上 下 三 來下 四 再下 五 然後再下 一直連續做其實還蠻累的 我覺得 會嗎 對啊 因為這個比較高 你可以找小一點的 然後循序漸進 而且跟你一起做我覺得比較標準 是嗎 我自己做的時候 沒有是有節奏的 OK 我覺得我們動作都是要有節奏的 沒有節奏就會亂七八招 好 那我們就往下一個走 嗯 GO 來 惡名叫點 第三招 第三招 我們第三招就是簡單的腿推 那 反正首先呢 我們先把重量調到適當的重量 就看你要擦在哪一個 嗯 就輕的那個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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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先把屁股靠好 靠好 往後背靠 背也貼好 然後頭也順順的貼好 嗯 那接下來就是剩腳的位置 腳呢 如果我往上一點 往上一點的話 它會帶到後側多一點點 那如果說在這個位置 太往下 基本上又會帶到我們的股勢頭 稍微再多一點點 那所以說我們就踩在中央的位置 差不多我們是這樣90度嗎 看起來 對差不多就這樣90度 然後腳與肩同寬 那切記的就是我們的膝蓋 不要往內夾 你在推的時候不要這樣 嗯 這樣子對我們關節不好 那最怕的東西就是在推的時候它這樣晃動 嗯 先吸口氣 然後用力的時候吐個氣 然後關節膝蓋不要鎖死 OK好下 然後可以重新吸氣 然後吐氣 用力 對 我好像說動作裡面只有這個最棒 因為器材就是最棒的 所以基本上我還是建議到健身房 器材還是會有一些幫助 是非常好的 對那我們來做個五下看看 好 吸氣 然後準備吐氣用力 推出 對 可以喔可以喔可以喔 下去一點 下去一點 好上 很好對 基本上就是 你不要就是行程直做一點點 我們基本上就是腳可以到90度的時候 然後就可以推上 然後推到底 我膝蓋在抖 沒關係 那可能就是你的髖關節肌肉 不夠 穩定不夠強 對 所以就可以用戒指來訓練 所以如果就健身房就可以像做這種東西 然後可以練到前面又可以練到後面對不對 對對對 那我們現在訓練完我有個問題想問是什麼 嗯 就是說我們每一次這樣子運動後 然後如果說我想要讓我的肌肉變得更結實 然後胸部我的肌肉 可以補充什麼呢 我跟你講 哈哈哈哈 瓜董就準備好了 我們這一次就是有出新的珍重蛋白 珍重五星 我們的珍重五星就是所有的樣素基本上 基本上都具備了 哦 所以就很方便如果我運動後 可是我沒有時間在那邊弄一些吃的 還要準備什麼 對 香蕉什麼什麼 我就直接泡就好了 對 對你就直接泡下去就好了 哦 你喝喝看 我喝喝看 超好喝 我覺得蠻好喝的 它那個味道很濃 嗯 它就是很像那個人家外面熱可可的那個味道 對啊 所以說這個東西是 其實就是教練來說 我覺得還蠻建議學生喝的 因為它太方便 好啦 我們今天課程就到這 然後呢 喜歡的朋友要記得 給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囉 所以呢 下次見啦 拜拜